杨靖先生曾写过一句话 当你身居高位时 看到的都是浮华春梦 当你身处卑微 才有机缘看到 事态真相 人间百态各有所难 每个人只看到自己眼中的世界 看不到全貌 生而为人 最可怕的就是 你生活在光亮里 就以为整个世界都是光亮的 凌晨一点 看到网上有人发布了一个帖子 深更半夜跑滴滴的人 都是怎么想的 真的有人为了钱不顾一切吗 帖子发出后 瞬间引发热议 很多人都评论说 深夜跑滴滴的 都是要钱不要命 众说纷纭中看到一位网友的留言 实在扎心 我没在深夜跑过滴滴 但我更能理解深夜跑滴滴的人 因为23点到5点间 有深夜服务费 意味着跑同样的里程 能赚更多的钱 而且 半夜不堵车 意味着平均时速更快 油耗更低 可以借更多单 赚更多钱 下夜 晚上候车时 不用开工票 可以省更多 不过都是为了换口饭吃的劳动人民而已 是啊 当你晚上回到家 已经有热气腾腾的饭菜在等你 你就以为每个人都是如此 可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人为了维持生计 不分昼夜奔波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团火 路过的人 只看到烟 世界之大 你可以不知道全貌 但你不能无视别人的艰辛 前段时间 朋友圈被电影《少年的你》刷屏了 在诸多影评中 我看到了这样一条 演员演得不错 就是感觉故事有夸大成分 哪有那么严重的校园暴力 我上了那么多年学 也没人暴力我呀 看到这里 不禁想起一句话 你没经历过 自然感觉不到疼 但你不能把别人的疼痛 当作笑话 一个人若是没有了同理心 没有了共情的能力 内心何来温暖 可这世界上的爱 正是由人与人之间 一点一滴的温暖 组成的 什么是行走世间 为人处世的基本修养 正如蔡康永所说 你不能跟痛苦的人说 你那个不算痛 我这个经历才算痛 感同身受 是做人的最高境界 也是人世间最高级的善良 最近电视剧《庆余年》热播 64岁陈道明又一次 吸粉无数 登上微博热搜榜 有人说 年龄越大 就越敬佩老艺术家 他们的演技 自然没得说 但是人品和修养 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一次聚会中 冯小刚提议 让一位女演员 跳支舞 助兴 众人纷纷起哄 让女演员陷入尴尬的境地 只有陈道明站出来几位 第一 人家丫头 作为演员 不便跳这个舞 其次 人家穿着高跟鞋 不方便 这一小小的举动 引发全网点赞 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 思考问题 是一个人的顶级修养 就像陈道明曾在参加综艺节目一年级时 对后辈们说出的一句话 上山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下山的人 因为他曾经风光过 山上的人永远不要瞧不起山下的人 因为他们总会爬上来 一定要做好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是永恒的强者 也没有谁是永恒的弱者 今天别人有难需要你帮 明天你也可能有短板需要别人来看 生命 是一种回声 唯有懂得换位做事 换位做人 换位思考 才能换得真心 知乎上有个话题 你听过哪些关于善良的故事 很多回答都让人热泪盈眶 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1972年 诺贝尔奖获得者川端康城 选择了自杀 他的一生经历过无数悲哀和事故 所以决意不留下任何遗言 但在他自杀后 被送去医院的路上 却对司机说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一句话 路这么急 真是辛苦你了 读到这里 只觉泪目 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 已经将善良 刻在骨子里了 有句话这样说 在人之上 把别人当人 在人之下 把自己当人 一个人只有温暖 纯良了 懂得去体谅他人的不义 有了为他人着想的善良 才是真正过好这一生 不久前 中国农业大学的毕业典礼上 院长叶敬中的致辞 刷爆了全网 我很赞同他在致辞中提到的这些 强者心态 最为恶劣的表现 是强者对弱势的欺凌 比如 餐厅顾客 辱骂殴打服务员 小区业主 辱骂殴打保安 男性 辱骂殴打女性 成人 辱骂殴打儿童老人 有钱人 辱骂殴打穷人 我想告诉大家 一个从来没有经历过 穷苦生活体验的人 永远不可能真正明白 穷苦生活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个从来没有 经历过借钱难的人 永远不可能真正体会到 向别人开口借钱的感受 一个从来没有抚养过 残疾孩子的父母 永远不可能真正感受 养育残疾孩子 所需要的各种付出和各种滋味 正是因为 人们其实 不能真正体悟到 弱者的生活现实和心理世界 我们更要保持一种态度 也就是尝试像弱者一样 感受世界 这个世上 除了朝九晚五 还有很多人加班到深夜 没有双修 没有熬好的粥 没有灯火通明的家 用尽全力去生活 不过勉强温饱 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此刻的狼狈 也就嘲笑他们努力向上爬的姿态 这世上 除了强者 多的是在角落 默默受伤的弱者 永远别让生活富足 限制了你的想象力 作家甘伟曾说 你永远不能指望他人 感受你的感受 除非他有一天遭遇你的遭遇 当你对高铁上吃泡面的人 嗤之以鼻时 想想如果你是那个 花了半个月积蓄 只为回家的人 当你对送餐迟到的 外卖小哥破口大骂时 想想如果你是那个 此刻为了一份配送费 不敢停下脚步的人 当你对风烛残年的老人 满脸嫌弃时 想想生而为人 谁没有老的那一天 如果你无法做到感同身受 或许你还可以选择善良 换个角度 看待万物便是善良 心怀悲悯 互相体谅才是人情 懂得仁慈 近乘远山都是人间 人生海海 谁人不是举步维艰 孤独前往 但这世界啊 美就美在 有人是照亮他人的光 有人是等待黎明的夜 孤独不会消失 灵魂却可相拥 但愿你是那一束 照亮别人的光